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夸老板年轻有为的 我就不一样了 我夸老板团结 众人一脸猛 我一本正经地唱了起来 因为团结就是李一良 团结就是李一良 整个会议室的同事都憋出了内伤 新老板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贵姓 老板啊 我姓齐 齐天大圣的齐 团结老板 好的小孙 会议结束后你留一下 我身边的同事笑得已经喘不上气了 会议结束后 团结老板问我喜不喜欢早起 我 很喜欢早起 有种棺材板被掀胎的感觉 老板 好的 那就明天早上六点见 我的内心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这混蛋是不是听不懂人类的语言 次日六点 老板穿着运动装 身姿挺拔 神采奕奕 惹得早起买菜的阿姨们垂涎三尺 这男人还挺装 他看到我后 二话没说 就领我去公司楼下的早餐店 团结老板瞥了眼我点的豆浆油条 糯米糍粑 拌面馄饨 每样来了口 一脸享受 以后每天早上六点 陪我吃早饭 我放下豆浆 对着他认真说道 涉狗从不吃早饭 团结老板 每月工资涨两千 算你的加班费 我迅速掏出早餐店的VIP卡 对着服务员潇洒道 帅哥 萨娃迪卡 团结老板抬头 你不是不吃早饭的吗 我 哎 就你话多 意料之中 我和老板进公司的时候 只有保洁上班了 原本上班就烦死了 还逼我家早班 我烦得想炸了地球 一坐上工位 我就开始摸鱼 上班不摸鱼 不如当头驴 我敲电子沐鱼 敲到了同事下班 同事小美无语了 瑶瑶 你最近怎么开始摆烂了 你摆烂 我摆烂 老板鱼翅便炒饭 我看了眼门口外卖员送来的珍珠鱼翅 内心愤愤不平 话音刚落 我就看到李懿良拿着一份文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英俊的面孔一脸不悦 奇瑶 今晚你留下来加班 其他同事准点下班 说完他就溜了 我怒了 其他同事纷纷安慰 算了 算了 加班就加班吧 老板也不是故意的 他可能今天心情不太好 瑶瑶乖 看在他长得那么帅的份上 就原谅他了吧 我愤怒得双手颤抖 恨得咬牙切齿 讲屁话没有用 让老板也回不了家 我拎起文件 就往总裁办公室里冲 众人直呼勇士 纷纷趴在门口偷听 大家都想看看 这位少女是如何与黑恶势力勇敢斗争的 总裁办公室内 我由于情绪太过高涨 没注意脚下 一进去就滑跪在了老板面前 我顺势而气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地求他 别让我加班 李一良从重文件中一开眼 薄纯清起 据同事反馈 你是条单身狗 每天下班不是打游戏 就是刷剧 让你加班 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充实提升自己 妈的 哪个同事嘴那么碎 我眼珠子一转 秒答 今晚我要去相亲啊 我妈给我安排的 她说 我今年再嫁不出去 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 李一良半眯着眼睛 打开手机 开始拨电话 喂 阿姨 我是阿良 听说瑶瑶今晚要去相亲啊 我瞳孔地震 这王八蛋 再给谁打电话呢 哦 是这样的 瑶瑶上班不认真诶 我想让她今晚留下来学习一下 电话里隐约传来了我妈的声音 我整个人如同五雷轰顶一般 火速冲过去 夺过了老板的手机 你 你怎么有我妈电话 李一良挑了挑眉 细长的手指轻轻巴撒着下巴 嘴角上扬 你猜 这下我真的怒了 我小孩子啊 还猜 不是 谁家正经老板会跟员工父母告状的 我真服了这个老六了 你妈妈说 今晚你没有相亲 而且 而且什么 她停顿了靠近我的脸继续说道 而且你这几年来一直在等某人回国 从不相亲 她放大的俊脸近在咫尺 温热的呼吸喷在我的耳畔 我的脸微微发烫 反正等的不是你 自尊心作祟 这句话是脱口而出的 李一良的桃花眼笑成了月牙 我又没说你等的是我 这下 我的脸烫得能煮熟鸡蛋 你慌什么呢 我的小同桌 她再次靠近我 眼神中波光流转 我都不敢呼吸了 一把推开她 言归正转 那如果单身狗就要加班的话 你不也单身狗吗 哎 不让我好过 你也别想舒服 没错 所以今晚是我和你两人的加班 不知不觉 就在李一良的办公室里 加班到了深夜 我抬头看了眼认真工作的她 叹了口气 这王八蛋 根本就是拿我当狗在使唤 再这样下去 我就要从摇一摇生之际 演成总裁的贴身秘书了 一烦躁 我就饿了 我点了个炒饭 拿外卖的时候 我傻眼了 在我的炒饭边上 又是一份鱼翅 这压的是鱼翅转是吧 我悲伤了 老板吃鱼翅 我吃炒饭 我不肯干活了 只要我不努力 老板就过不上他想要的生活 一记熟悉的暴力 在我脑门上炸开 我疼得呲牙咧嘴 低沉的嗓音从头上传来 你怎么又在发呆 我洋装沉思 我在思考 思考什么 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李毅良 他对我无语了 拿过我的炒饭就开吃 快吃吧 吃完收工回家 他把鱼翅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看了眼美味的鱼翅和寒酸的炒饭 内心感动 我用拳头敲接了两下自己的胸口 好兄弟 一辈子 李毅良 谁跟你好兄弟 那是 难不成 他还念着我们有达以上 恋人未满的旧情 我眼神复杂地看向了他 正当我想入飞飞的时候 又一记暴力 弹在了我的脑门上 想什么呢 我只是鱼翅吃腻了罢了 万恶的资本主义 等我们搞完下班的时候 已是凌晨一点 我和李毅良正准备出公司的时候 我才发现公司门锁了 我炸了 快给保安叔叔打电话 放我们出去 李毅良看了眼时间 皱眉道 保安家离公司30公里 别麻烦他了 我深呼吸三次 对他竖起大拇指 您真体恤员工 李毅良拿出了小棉被 披在了我身上 我又不是没人性的吸血鬼 照顾员工是我应该做的 嗯 那就让我加班 加到公司关门 这就是你照顾我的方式 我扬起了愤怒的拳头 李毅良一把握住我的拳头 温热的指腹 轻轻抹扎着我的手 一阵电流涌过我全身 你才不是我的员工 他靠过来 几乎半个身子都贴在了我身上 当年坐同桌的时候 我们最多也就是距离拉近 极少有身体接触 这一下让我心跳快的 要蹦出嗓子眼了 此时气氛暧昧 呼吸交错 我 你 你妈喊你接电话了 你妈 在这关键的时刻 我的电话铃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电话里传来了我妈的狂轰烂炸 你死哪儿去了 我都睡醒一觉了 你还不回家 我让手机远离耳朵 不然我能被老母亲吼出心脏病来 还没等我开口 李一良就抽走了我的手机 三言两语就把我妈给说安静了 我妈甩下一句好好听老板的话就挂了电话 好好听老板的话 鬼知道这话术为什么那么耳熟 李一良脱了外套 里面的白衬衫领口微开 肌肤白皙 她将衬衫袖口卷到手臂中间 露出优美的肌肉线条 我咽了口口水 许是我的眼神太过炙热 她歪头问我 怎么 很喜欢熬夜 我可太喜欢熬夜了 有种跟阎王单挑的感觉 她笑得花枝乱颤 露出了可爱的小虎牙 早点睡吧 马上天亮了 她从沙发上起来 关了灯 我开了一瓶酒 打算喝酒助眠 奇遥 当年说好的一起出国 你为什么反悔了 我朝对面看去 可对面只有一片黑暗 她的声音在黑暗里静静流淌 因为在那年 因为在那年 我家的公司出事了 父亲入狱 母亲病倒 那个时候 我不能出国 也没法出国 李一良还在静静地 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那可怜的自尊心 没法让我开口 我猛喝了几口酒 因为在那年 我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那天起 我生是中国人 死是中国魂 出过算什么真英雄 夜晚的风 浮过垂落在窗帘两侧的蓝沙 李一良背对着窗 斜靠在沙发上 看向我的桃花眼里 是我读不懂的情绪 奇遥 你牛逼 他的声音冷冷的 我的心坠入了冰底 从前 我们并肩站在一起 就连老师都说 我们般配 而今 我只能抬起头 才能偷偷看一眼 我的心上月 我睡得很沉 仿佛又重新回到了 最美好的高中时期 也回到了和李一良 坐同桌的时候 李一良的数学 超凡入胜 语文惨不忍睹 而我 刚好相反 我们就这么 被班主任别有用心地 安排在了一起 坐同桌后 他从一个三好学生 跟着我日常被挨骂 上语文课写卷子 当写到狼狈的时候 我一时想不起来 被怎么写 我瞄了李一良一眼 他写的是狼狈为奸 我没忍住 报效课堂 语文老师把我赶了出去 老师知道前因后果后 把李一良连同她的卷子 一起扔了出来 后来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我一直跟在她的身后 试图为她做什么 来弥补我的过错 午休的时候 我看她在卫生间 迟迟不出来 我 你在洗什么 我满脑子想的是 无论她在洗什么 我都要替她洗了 她说她在洗头 我朝卫生间大喊 你去睡吧 把头放下 我给你洗 南卫生间里 迟迟没有动静 直到语文老师 从里面走了出来 她那震惊和恐惧的眼神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后来 我们逐渐习惯了 有对方的学习和生活 某次春游出去玩 因为男女有别 我和前桌一间房 她和她的前桌一间房 我们俩的房间挨在一起 她的前桌 非要拉她来 我们房间玩扑克 我躺在床上 她拘谨地坐在我的床边 突然 班主任来串门 女生 你们快躲起来 另一个男生 飞速钻进了卫生间 而她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躲进了我的被窝 用被子完全遮住了我俩 在被窝里 我们看着对方 四周安静地出奇 只剩下女生应付 班主任的声音 以及我和她的心跳 四目相对 她的桃花眼里 雾气朦胧 勾人心魄 我紧张地抓紧了床单 被子越来越重 背面不停地蹭着我的脸 有些痒 我试图把被子扯开一点 却摸到了细腻光滑的皮肤 我听到了一声叹息 她的薄唇清起 似乎在说着什么 可是我听不清 背面越蹭越痒 床单越摸越热 别摸了 再摸我的腹肌要起火了 我睁开眼 只见身边的李一良 声音慵懒 垂着眼看我 她的白衬衫凌乱不堪 一条长腿 还架在我的腰上 而我的手 就搭在她的腹肌上 不停地妈撒 昨晚 你怎么上我沙发了 李一良的眼里 尽是嘲笑之意 我尴尬一笑 点了点脚边的酒瓶 昨晚喝多后梦游了吧 再喝酒 我就是狗 我秒速起身 小心翼翼地把毛毯 重新盖回她的身上 理了理自己的头发 该上班了 我扔下这句话后 优雅地转身离开 我疯了 为什么我会睡到老板的怀里去的 为什么会做那样的梦 啊 天哪 我不停地懊悔着 拿起桌子上的酒 就是一阵猛喝 何以消愁 唯有杜康 你不是说你在喝酒 就是狗吗 身后李一良的声音再次出现 我 狗也是要喝一点的 李一良 可我怕你喝酒 在对我做些什么哦 他冲我做了一个wink 我心停止了跳动 啊 妈妈 听说你昨晚和老板做了一夜呀 感觉怎么样 同事小美对我几眉弄眼 我还沉浸在李一良的wink里 敷衍道 一般吧 不会吧 老板的身材 一看就是天天运动的呀 是不是你要求太高了 他让我睡小板床 自己睡大沙发 我这要求还高 小美 你也要节制点 老板有钱有盐 关键是他身高有185 你想 我们公司有几个男的 身高175以上啊 我不解 皱眉 身高185 很了不起吗 我跳起来也是 离谱的是 自从那夜以后 公司里到处是我和李一良的谣言 听说了吗 李一良和齐瑶 一起在公司做了一晚 什么 老板和齐瑶做了 那齐瑶不就是老板娘啊 不一定哦 也可能老板只是玩玩的 就是 我们老板什么条件 能看得上齐瑶 可齐瑶说 老板一般爱 可能是那方面 公司的同事看到我 有的眼神怨恨 有的恭敬鞠躬 还有的直接喊老板娘 我疯狂解释 解释的嘴皮子都磨破了 依旧没啥用 真是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啊 为了让形势不再愈演愈烈 我努力和李一良保持距离 可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下班的时候 我们进了同一班电梯 今天他穿了黑色的风衣 奇长优雅 他看到我后 默默走到了我的身后 没有说话 电梯里 同事们眼神暗涌 疯狂朝我识眼色 我直接忽视 站得笔直 我站在电梯门口 依旧能感受到 身后无数道炙热的眼神 如果他们的眼神是真 那我早就成了 毛利小五郎的脖子 电梯刚到一楼 同事们跑得飞快 我还没开跑 就被李一良拎住了马尾 高中的时候 他就最喜欢拎我马尾 真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狗改不了吃屎啊 我被迫和李一良 并肩走向大门 走 今天请你吃饭 他自然地拉过我 我看了眼门口 来来往往的同事 果断拒绝他 不了 不了 算命地说我今日有节 不宜出门 节 宝石节吗 李一良从风衣里 掏出车钥匙 潇洒一案 路边一辆全新的保时节 被召唤了 他冲我挑眉 妈的 又被他装到了 真是爱装大男孩 拒绝无效 我还是上了老板的保时节 鬼知道明天公司要怎么传我们 李一良单手打方向盘 另一只手给了我最爱喝的饮料 你们运营现在周几修啊 至死方修 我暴力拧开饮料 没好气地回复他 说到休息就来气 因为最近敢和建设公司的合作 我已经半个月没休息了 他嘴角上扬 刚好公司近期完成了一个大项目 你选个地方 我们去团建 听到这儿 我嘴里的饮料还来不及咽下去 立刻说到 青春没有售价 坐叫直奔西达 西达是临海城市 风景优美 就是有点远 我每年都建议公司去这个地方团建 但之前的老板都用看智障的眼神 拒绝了我 李一良不愧做老板了 以前带我吃的都是路边闸串 现在动不动就去精致昂贵的西餐厅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老板的晚饭是真香 可惜的是 一块牛排下肚我没啥感觉啊 李一良看穿了我的小心思 提议去母校附近的小吃街再逛逛 可以的 我举双手赞成 饭后走一走 路边我又能吃九十九 时隔多年 小吃街依旧繁华 我吃完臭豆腐 吃炸串 紧接着还能再来份酸奶咯 李一良路上还说很饱 结果吃的比我还欢 我们正要去买鸭脖 突然看到了一个极其眼熟的身影 是我们当年的班主任 潘老师也来买鸭脖呀 我正想溜的时候 李一良拍了拍班主任的肩 哟 这不是当年的金童玉女吗 你们结婚没 没没没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我连忙解释 尴尬的脚趾扣地 哎 都毕业这么多年了 还瞒着老师呢 真当老师 当会信你们的鬼话呢 只不过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罢了 班主任一脸慈爱地看着我们 我满脸黑线 眼神描向李一良 想让他解释解释 没想到 这小子非但没解释 反而笑嘻嘻地替班主任付了钱 乖巧道 谢谢当年潘老师照顾 班主任笑得合不拢嘴 好好好 不打扰你们年轻人约会了 我们先走了 临走前 潘老师身边另一个年轻老师 偷偷跟我们识眼色 你们结婚的时候 别喊潘老师了 要喊潘笑 但是 我们真是普通朋友啊 万万没想到 公司团建 真定在了西大 我做狗这么多年 头一享受到人的待遇 兴奋了一夜没睡着 导致出发日 直接睡过了头 还是我妈把我从床上拎了起来 我疯狂往公司赶 看到大巴车的那刻 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这可是我期待了 好久的西大之旅啊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我向大巴上的同事们 鞠躬道歉 大家心情很好 没人埋怨 纷纷安慰我 李一良单独坐在前面 戴着墨镜没说话 我向后环视了一圈 也没发现空位置 犹豫之际 她开口了 没位置了 你只能和我坐了 我刚准备坐下 车上有其他女生不乐意了 啊 老板你偏心 刚才我们要坐你边上 你都不让坐 对呀 凭什么呀 啊 这 我的屁股悬浮在空中 啥谣言都听不见是吧 刚落座 我的微信开始叮叮不断 我们玩的几个比较好的同事 建了个小群 现在小群炸了 我被他们疯狂爱特 哟 只能跟你坐了 我习惯跟齐瑶坐了 就是只喜欢跟你坐 一群脑子里 只有黄色废料的人类 他们的消息 一条笔一条路骨 看得我面红耳赤 口干舌燥 我没有回复他们 心虚地瞄了眼身边的李一良 正对上他清澈的眸子 我连忙转开了视线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看什么呢 脸这么红 我立刻切出了 学习强国的页面 一本正经道 做学习强国呢 党员要求日均30分以上 他瞄了眼我的手机屏幕 笑了 所以这就是你总分300分的理由 合着你这档就入了10天 我紧张地咽了下口水 不是 不是 每过一段时间 这个积分就会清零的 果然 一个谎言 就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 啊 那我的强国 怎么从不清零 他点开了他的学习强国界面 显示学习积分有51753分 他翘着嘴角 眼尾尽是笑意 还带着一丝恶劣 就连那小虎牙都酿着对我的嘲笑 我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老板 您真棒 路途又困又累 但大家看到西达的海之后 疲惫一扫而光 我率先抢占了海警房 打算今晚在酒店里 美美地看海睡觉 可一切美好计划 都被篝火晚会打破了 我心情不悦 我半躺在沙滩上 吹着海风 拼着海浪 贼惬意 无论同事们提议什么游戏 我都拒绝 同事 哎 你再这样我们 就告诉老板了 你不合群 我不屑 他能管我 我双手一摊 在沙滩上躺平 半眯着眼舒服到 都别管我了 现在能管住我的 只有刑法了 喂 阿姨 我是阿良啊 这熟悉的声音 让我瞬间 从沙滩上坐起来 李一良不知什么时候 坐在了我的身边 握着手机看着我 别别别 大哥 我错了 你就能管我了 不需要刑法 众人报效 直呼老板有手段 能拿捏住我 这个职场狠人 说吧 你们要玩啥 我开始积极主动的 组织游戏 真心话大冒险 对对对 我看着这群 半截身子入土的人 一脸黑线 小孩子啊 还真心话大冒险 正当我们准备 开转酒瓶的时候 建设公司的千金林婉天 带着几个女生过来了 千金明眸善赖 容色娇好 皮肤白净 身上背着爱马仕 手腕上戴着劳力士 从头发丝到脚 都散发着白富美的气息 阿良 你们在团建吗 好巧 我和几个姐妹 也在这散心呢 林婉天笑起来 梨窝深陷 在场男同胞 基本都淹死在她的酒窝里了 李一良往我身边挪了挪 给她空出了一个位置 其他女生插空在了 其他同事身边 前段时间和你们合作的项目 很顺利 所以犒劳下大家 出来玩下 李一良伸出了骨节分明的手 以示友好 林婉天伸出了鲜鲜玉纸 回卧 阿良真是个好老板 林婉天温声细语地 夸赞着狸狗 月牙般的眼睛里 满是对狸狗的欣赏 此刻的我坐在他们身边 比远方的灯塔还亮 如果上天 让我现在选择个超能力 我选择一秒消失 游戏开始 第一个就轮到了我 冤大头啊 我选了真心话 提问者是我们公司的HR 我以为他会问我初恋爱什么的 没想到 你身上有五支烟 但是饭局上来了六个领导 你打算怎么分呢 我惊了 这合着是结构画面式呢 我思考了会 答 开除一个领导 小美在对面 暗暗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回了一个中指 神经病啊 谁家真心话问这种问题的 她正要对我的回答 进行点评的时候 李一良开口了 可 大家玩开一点 现在不用把我当老板 此话一出 后面玩的盒只是开了起来 简直快飞起来了 游戏过半 酒瓶转到了林婉天那儿 林总喜欢怎样的男孩啊 林婉天的声音清零 扬扬银耳 我喜欢你们阿良这样的 她温柔地笑着 望向李一良的眼中 有着万千星辰 大家表面简单 挨幽了一下 私底下纷纷掏出了手机 呜呼 哇塞 磕到了 简直就是小说男女主啊 很难让人不爱 公司群炸了 今夜月色很好 乳白色月光洒在海面上 星光点点 而月光下的他们 更是动人 男才女貌 天作之和 那一瞬间 时间静止 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我们 过去的我和她一样 坦诚且大气 勇敢且执着 而现在 却没了勇敢的资本 李一良没有说什么 只是转身看了我一眼 对上她清澈如水的眼眸的那刻 我的心 漏跳了半拍 李一良脸上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说道 林总这么优秀 只有比我出色万倍的男生 才能相配 她拿起酒杯 对林婉天点头 以示敬意 林婉天听罢 如夜黑眸一转 轻轻一笑 回敬了一杯 这次瓶子 转向了李一良面前 众望所归 提问者是最近新来的小姑娘 胆子很小 同事们纷纷献策 有让她问老板初恋的 有让她问老板初吻的 更甚者还有让她问老板初夜的 我笑喷了 看了眼李一良 此时的她一脸无语 想逼她内心的OS是 我让你们别把我当老板 但不是让你们把我当狗 小姑娘红着脸 支支吾吾终于开了口 老板 那个 怎样做才能顺利转正呀 众人黑线 李一良却轻松了很多 开始装起来了 其实很简单 你作为新人 巴拉巴拉的 她对小姑娘说教了半天 大家内心都烦了 但都假装全神贯注的倾听 并一脸受教了的表情 这时候 我的Siri莫名想了起来 水平一般 随便听听 李一良不爽地看着我 我一脸无辜 有同事别笑别叉气了 游戏这才得以继续 酒瓶又指向了李一良 这次的提问者是小美 她冲我挑眉 对着老板开门见山 老板 你的初恋是谁 是否还爱着 哎 你耍赖呀 怎么两个问题 李一良倒是爽快 干干脆脆地回答了 我的初恋在我们之中 说吧 她又认真地看着我 满眼深情 我还爱着她 爱到可以去死 话音刚落 世界安静了 我逃了 回公司后 大家建了两个群 一个群支持摇曳摇CP 另一个群高举天亮组合 我震惊了 还能以这种理由来摸鱼的吗 我也要加入 两个群都加 我开小号打入了八卦核心 这才发现 八卦越传越离谱 大家都在说我高中时候 就是李一良的女朋友了 现在家长都见过了 但是由于禁止办公室恋情 李一良就在等我辞职 跟我求婚了 我气愤了 不晓得是哪个王八蛋传出来的闲话 对我知道了 我定要撕烂她的嘴 对于谣言 我这次既不回应 也不解释 直接不搭理了 传言搞得我都不敢直视李一良的眼睛 更不赶上她的宝石节了 可她不依不饶 非得要送我回家 我叹气 这次回家 我妈突然从小区门口钻了出来 一副总算逮到早恋小情侣的模样 我妈看清来人是李一良之后 满眼放光 小李呀 阿姨 李一良不愧是见过大事面的 丝毫不慌 小李呀 多少年没有见你了哟 走走走 今天一定要来家里吃饭 我妈拉上李一良就要走 我立刻阻止 替李一良推脱的话 刚要说出口 李一良快了一步 好的 恭敬不如从命 说话间 她从后备箱里掏出了东重下草 飞天茅台 海澜之谜套装 燕窝鲍鱼 还有一个爱马仕包 我看傻眼了 大哥 你是把家产都藏后备箱了吗 瑶瑶 来 帮我一起把送给阿姨的礼物提上去 哎呦 不用 阿良 你客气什么 我妈更开心了 刚到家 我才发现邻居家弟弟也在 几年不见 她又长高了 乖巧地坐在沙发上 跟我打招呼 瑶瑶 为了化解尴尬 我像过去一样拍了拍她的头 叫什么瑶瑶 喊姐 姐姐 她软软地换着我 头鞋靠在沙发上 少年感满满 身后的李一良探出了脑袋 这谁 我妈妈拉着她俩认识 嗨 这不是赶巧了吗 安安刚硕士毕业 回来南城工作了 她爸妈旅游去了 她这段时间就来我们家吃饭 和小时候一样的常规操作 这是李一良 瑶瑶的老板 我妈介绍完就去做饭了 安安率先表达了友好 梁哥你好啊 我是瑶瑶的竹马崔安 李一良只瞥了她一眼 没有回过崔安伸出来的手 转身就去了厨房 帮我妈做饭 临走前 她还交代我 你去书房里 把要给林总的邮件 现在发掉 都来我家蹭饭了 还让我加班 吸血鬼 饭桌上 我妈热情好客 给李一良加完鸡腿 又给崔安加红烧肉 忙都忙不过来 我翻了个白眼 啊 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是吗 对呀 我工作就在瑶瑶公司边上 以后我可以每天送她上下班了 崔安在我碗里放了 我最喜欢的菠萝咕噜肉 我刚想吃就被李一良家走了 我会每天接送她的 弟弟还是先适应新工作吧 崔安笑了笑 不用适应 公司就是我的 李一安放下了筷子 一本正经道 创业阶段更要用心啊 不然很容易被隔壁公司收购的 对吧 瑶瑶 她重拿筷子 给我的碗里加满了菠萝咕噜肉 崔安回来后 每天都会往我办公室里送花 鲜花摆满了我的宫位 李一良每每路过都要挖苦我一番 祈瑶 你是准备辞职开花店是吧 我叹了口气 我已经拒绝崔安无数次了 她却依旧坚持自我 我正想办法时 不自觉被同事们的八卦吸引了过去 唉 老板最近好像心情不好啊 我去申请加薪 他说公司没了谁 照样转 另一个同事立刻接话 对对对 我昨天去请假 他又说 你请假 工作谁来干 这个项目没了你 怎么开展 是的咯 平时吗 让我们把公司当家 迟到的时候却说 你以为公司是你家啊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我边吃冰激凌 边听八卦 看来大家最近对李一良的怨气很重啊 吃着吃着 我肚子开始疼了起来 瑶瑶 来活了 老板喊你去他办公室 我忍着疼痛 一步步艰难地走向老板办公室 待会你去建设公司 让林总把这份合同给签了 马德 这事儿是我一个运营该做的吗 真当我是你贴身秘书啊 刚想拒绝 我的肚子上就仿佛有人在练拳击一样 一阵阵地捶打着我的腹部 我痛得弯下了腰 你咋了 看出我不适的李一良 快速将我扶到了沙发上 我刚坐下 腹部咕噜一声 完蛋了 我倒吸了一口气 对着他悲伤道 老板 我那个 他看了眼我的脸色 又看了眼日子 秒懂 等我三分钟 很快 他就拿着卫生巾和布洛芬回来了 呜呜呜呜 你可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我吃下止痛药 拍了拍他的肩 大哥恩情 小弟记一辈子 谁要跟你做兄弟 他边说边揉上了我的腹部 我要做你男人 哦 我吐了 李一良手忙脚乱的拿过垃圾桶帮我接着 边轻扶我的背边委屈道 至于吗 直接把你恶心吐了 兄弟 我不是被你恶心吐的 我是疼吐的 可是此时的我 已经解释不了了 自姨妈事件后 老板看我的眼神 总带着几分委屈和 怨恨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那天的情况 迟迟没开口 我正犹豫的时候 崔安喊我下楼 果不其然 又是一束玫瑰 这次 我直接把玫瑰扔进了垃圾桶 对着它语重心长 安安啊 我就是把你当弟弟的 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也是 我不想再纠缠不清了 直接说了最狠的话 崔安皱着眉 眼神悲伤 你是不是还喜欢李一良 我点起脚 像长辈一样 摸了摸他的头 没错 我从高中起 就没停止过对他的喜欢 我这辈子就只爱他一人了 爱到可以去死 既然要让他死心 就要死得彻底 崔安眼中满是敌意地盯着我背后 我不会放弃的 他凶狠狠地撂下这句话就走了 我满脸问号 转过身 我看到李一良穿着白色风衣 站在阳光下 笑容明媚 我洋装淡定地从他身边走过 他也没喊住我 很好 就这样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直到走到电梯口 一股强大的力量 拉着我走向了边上的安全扶梯 李一良反手就把安全门给关上了 还逃呢 空荡荡的楼道间 徘徊着他低沉的嗓音 我望着近在咫尺的他 把头别开 声线有些陡 没 没逃啊 那你和崔安说的那些话到底什么意思 他捏住了我的下巴 强势逼我和他对视 他太烦了 我找个借口拒绝他 所以 我只是借口 他脸上已经有了韵色 嗯 我根本就不喜欢 你字还没说出口 就被他含在了口中 他很用力 又没什么经验 几乎就是在凶狠地啃我 我反应过来后 一把推开了他 奇瑶 你是真想要我的命 他生气地扔下这句话 就离开了 留下在原地发猛的我 李一良接二连三的暧昧举动 让我不得不重新去审视我们的关系 从青春期到三十而立 这个贯穿了我整个青春的男人 如今就在我眼前 虽然我们之间没了孝季孝规 也没了那条三八线 可我们之间的差距 却是我怎么努力都拉不进的 自尊心作祟 让我无法真实地面对它 就连陪吃早饭多给的两千 我也没好意思要了 我以为这样就会拉开我和他的距离 没想到的是 这货竟然发挥了阿Q精神 软硬兼施地逼我和他在一起 他不仅每天送我一束花 还把鱼翅光明正大的喂到我嘴边 他甚至废除了 禁止办公室恋爱这条铁律 现在不仅全公司都知道他在追我 就连隔壁公司都知道了 公司的天亮组合群自动解散 摇一摇 CP群满员了 在茶水间 他又是给我冲咖啡 又是给我煮一面 我受不了了 老板 我想跟你谈下 跟你这种人 除了恋爱 一切免谈 我翻了个白眼 李一良 强扭得瓜不甜 我管你甜不甜 今儿我就非得吃你这个瓜了 他边说边卷起一口一面 味到了我嘴边 不是 大哥 你看上我啥了 我长相 工作 家境 哪有配得上你的 李一良放下了叉子 双臂搭在我腰两侧的把台上 认真道 齐瑶 你家不就是破产了吗 犯得着这么苦情吗 嗯 他怎么知道 我诧异地看向他 你以为我会信你什么 加入共产党 所以不能出国的鬼话吗 撒谎精 现在不就包背得破一点 袜子有洞 防晒霜也要蹭同事的吗 你的自尊心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到可以放弃 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 不是说我是借口吗 不是说根本就不喜欢我吗 为什么手机里还留着我们当年的照片 为什么还要半夜偷看我的朋友圈 那天晚上还抱我亲吻说想我 说得很好 但是你先别说了 我的心事被彻底揭开 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我支支吾吾开口 不是 我 我们不相配 那怎样才能相配 他质问我 我沉默 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一把拿过边上的水果刀 对准了自己的手指 不就是觉得 配不上我吗 这样 我自断一根手指 变成残废 这样可以在一起了吗 我吓得眼泪都出来了 立刻去抢他手里的刀 不不不 你不要这样 我们在一起 我抢过刀后 主动抱住了他 我听见他在我耳边哽咽 奇遥 没有你 我没法活 你知道吗 在英国的每一天 我都是看着你的照片 才能入睡 回来后 他还没说完 茶水间的门 猛地被打开 两个同事 在看到我们的瞬间 笑容凝固 李一良秒速放开了我 冷脸对他们说道 这个月 你们俩不用进茶水间了 好的老板 我被李一良官宣后 同事们都养成了一个习惯 那就是 进茶水间前 先来确认 我在不在工位上 这真的让我很是尴尬 原本我是全公司 最摸鱼的人 现在我摸鱼 就会对全公司的人抓 他们说 连老板娘都摸鱼 那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努力 说的很有道理 我无法反驳 在一起后 李一良总是粘着我 说要把过去错过的几年 全部回来 知晓他对我的爱好 我心存愧意 也竭尽全力对他好 知道他吃不惯外面的饭菜 我为他洗手做羹汤 就是不知道为何 吃了几次 他就撒娇说我太辛苦了 不准我再做饭了 于是 晚上下班回家 都换成了他做饭了 后来 我和他复盘之前的事情 我对他言行拷问 之前公司的谣言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不知道 当然是装不知道 他靠在我脖梗间磨蹭 有的谣言 还是我传出去的 比如 我推开他 比如说 我们俩高中就在一起了 家长都见过了 我就说 哪个王八蛋胆子那么大 造老板摇 原来是你小子 你也造我摇了好吧 我哪有 你到处跟人说我一般 我别开脸不看他 他将我抵在墙上 眼神痴迷 高挺的鼻梁蹭着我的鼻尖 薄唇微翘 试一下 你就知道 我一般不一般了 那一晚 他身体力行地向我证明 他真的不一般 不知过了多久 他筋疲力尽地躺在我怀里 声音沙哑 你不知道 我等这一天等得手都差点废了 这次我懂了 害羞钻被窝 恋爱时间长了 我们的模式又回归到了高中时候的相处方式 我 如果你厌倦了外面的勾心豆角 那就来找我 我做饭给你吃 李懿良 我死外面 挺好的 刚在一起 他来床时候的我 才十点半呢 宝贝 再睡会儿 在一起一段时间后 我 九点了还不起床 就你金贵 你以为你是洛克王国的王子呢 刚在一起 我错了的时候 我错了宝贝 原谅我吧 求求你了 在一起一段时间后 我 我会认错没错 但美女永远不会错 刚在一起 他给我建议的时候 好的呢 哥哥 我听你的 在一起一段时间后 我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而是在通知你 刚在一起 他哭了 我 呜呜 宝贝哭了好心疼 好可爱 我好爱你呀 在一起一段时间后 他哭了 我不准哭 我不喜欢哭哭啼啼的男人 他 我不哭了 求你继续喜欢我 呜呜 我们结婚的时候 李懿良执意要请高中班主任 当正婚人 婚礼上 我有些紧张 看着潘老师站在主婚台上 拿着上课用的小蜜蜂和叫棍 我更紧张了 同学们一口一个潘笑 喊得班主任心花怒放 主持得也更卖力了 激情四溢 怎么说呢 婚礼整体氛围 跟上公开课氛围如出一辙 他还时不时点嘉宾站起来互动 被喊起来的嘉宾一脸猛逼 像急了上课摸鱼被突然Q到了的学生 好 那就在这最后的时刻 请新娘子给我们现场做诗一首 什么 我震惊了 彩排哪有这环节 我一紧张 放了个屁 攀笑开心的大吼 新娘子放屁 大吉大利 全场嘉宾瞬间爆笑 李懿良已经在边上笑得直不起腰了 我瞪了李懿良一眼 他瞬间收回了笑容 拿起话筒 不好意思 刚才是我放了个屁 谁敢笑 桌垫下的红包就别领了 全场安静 纷纷找桌垫下的红包 找到后 大家的马屁声络绎不绝 唉 都别动我的红包 攀笑也不调侃我们了 光顾着找红包去了 李懿良走到了我的身边 在全场的祝福下 亲了我一口 老婆 未来请多多指教 高三代年春游 我们躲在被窝里 你对我最后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我想和你做一辈子的同桌 永远在一起 全部不换你 我的天洋 江山山山坡 你自己的 我怀疑能不能换你